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那年还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就在他身陷丧母的悲痛中时 网上的黑子又对他恶意造谣 指责他放任病房的母亲不照顾 光顾着和某男明星约会 他就是圆脸女神谭松韵 他的母亲经历了什么 他当初是如何踏上演艺之路的 他的成名史究竟有多坎坷呢 谭松韵出演的代表作很多 以家人之名就是其中一个 这部剧里有这样一段戏份 谭松韵饰演的李尖尖和两个哥哥看流星 当真正见到流星的那一刻 李尖尖非常激动 兴奋地冲着流星大喊妈妈 问妈妈有没有看见她 观众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段表演 不成想 现实生活中 谭松韵也是这样和妈妈沟通的 悲剧发生在2018年的除夕夜 谭松韵的母亲和好闺蜜外出聚餐 不成想回家路上竟然发生了意外 当时 一位富二代开车撞了三位行人 其中一人就是谭松韵的妈妈 富二代发现撞到人后 不仅没有叫救护车送伤者就一抢救 还选择肇事逃逸 事发后 富二代甚至还躲到外地 并丢弃了自己的手机 谭松韵的妈妈伤势是最严重的 可因为送医太晚 耽搁了最佳抢救时间 在医院就职二十多天后 还是不幸离开了人世 母亲的离世给谭松韵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可肇事者却根本不将人命当回事 为了给母亲讨回一个公道 谭松韵强忍悲痛 一纸诉状将肇事者告上了法庭 然而此案却充满了悬疑 各种关键证物竟然全都不一而非 导致久久没有结果 直到事发两年后 肇事者才被病罪 而且只判处了六年的有期徒刑 谭松韵妈妈被撞案一度备受关注 这不仅仅只是因为谭松韵是明星 公众影响力大 而是因为此案扑朔迷离 直到2020年10月 央视一线报道了 谭松韵母亲被撞案的调查 事故背后的引擎才得已揭秘 当时整个庭审波折四起 原本存在的各种有利证据 全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 首先是肇事者行车记录仪的视频 以及事故发生时的 所有监控录像凭空消失 而且肇事者尿检后原本呈阳性 可不知道为什么 检测毛发和血液后 结果却变成了阴性 更离谱的是 检测的报告样本竟然没有保存下来 KTV的工作人员是关键证人 可对方的证词却含糊不清 就连原告律师在庭审现场发言 也接连好几次被审判长打断 当时谭松运要求肇事者赔偿500多万 却遭到了被告律师的反驳 被告方只愿意赔偿几十万 被告律师甚至还按照一天三十元来给谭松运算无公费 简直离了个大谱 谭松运并不缺这几十万 他从始至终都只是想给母亲讨一个公道 庭审现场 他几度哽咽 难掩悲痛之情 可肇事的富二代却毫无悔意 不仅矢口否认自己独嫁撞人的事实 还吊耳郎当的协作者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看电影呢 富二代父母的做法更是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 他们不仅拒绝道歉 甚至还想道德绑架谭松运 直言你只是没了吗 而我的儿子却要在牢里过年 谭松运母亲被撞案始于2019年 然而直到600多天后才有庭审结果 2020年8月31日上午 四川省续永县人民法院对此案展开审理 肇事的富二代最终被判处六年有期仆刑 赔偿三个受害家庭90万 谭松运永远失去了母亲 还有一个家庭因为公婆受伤 怀有身孕的儿媳奔波照顾 不小心留了产 可以说三个家庭都因肇事者变得支离破碎 可肇事者竟然只受到这样轻的惩罚 很多网友都怀疑其中没有猫腻 后来大家才知道 富二代的父亲在当地之手遮天 2019年初是谭松运人生最灰暗的时刻 母亲车祸重伤躺在医院生死不明 他日夜守护病态之前分身乏术 可那头黑子们却造谣他和欧豪开心约会 被喷没心没肺 当时 网上突然传出一组谭松运和欧豪吃饭的照片 画面里 二人笑容满面 这组照片一经曝光就引起轩然大波 谭松运也一夜之间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身上被贴上不笑女的标签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声 谭松运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而到了有心者那里 谭松运不解释就是心虚 还是何炯太心疼谭松运 忍不住在节目中解释了事情的原委 谭松运才被还了清白 何炯告诉黄磊 谭松运和欧豪是在2019年元旦聚参导 发生在他母亲出车祸之前 车祸发生后 谭松运一直在医院陪护母亲 悉心照顾母亲 2019年 谭松运参加《向往的生活》后 首次谈及母亲时一度红了眼眶 他说他很想梦见母亲 希望母亲下辈子能做他的女儿 从小到大 不管他做什么决定 父母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他 其实他们家的经济条件非常普通 舅舅家也只是开了一个照相馆 但谭松运想学舞蹈 父母还是咬着牙 省吃俭用承担了巨额的学费 也正因为如此 谭松运才能够走出四川 考入北影表演戏 一步步走上演艺之路 15那年 谭松运出演个人第一部电视剧 正是出道 此后跑了整整十年的龙套 2012年 因《甄嬛传》里的唇儿一角 在演艺圈赞路头角 2016年 因出演最好的我们才彻底大火 因为长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 他经常和比他年龄小的男演员搭戏 比如刘浩然 张新成 宋威龙等等 因为CP感满满 毫无违和感 谭松运也因此被称为扫地基和童颜王者 谭松运的可塑性非常强 古装剧现代剧都能轻松驾驭 他不仅先后掌获了最剧《潜力演员》奖 《金骨朵》《荷华顶奖》事后等荣誉 还挑战大荧幕 主演了青春爱情片《八月未央》 2023年上映的《相风而行》和《归路》都赢得了大众好评 如今谭松运已经实现了逆风翻盘 心图一片璀璨 期待他为观众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 不知道大家对谭松运的坎坷经历有什么看法呢 你喜欢看他演的电视剧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